首先您看这捞鱼的网兜就不一般 小狐现在是不是特别像一位大力士 一个人扛起了这种根肠竹 王姐快来帮帮我 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了 来来来 两个人就轻松多了 这用来捕鱼多费劲啊 这个还得配合另外一项工具 一根七米多长的网兜还不算完 寻仙达人王金亚口中的 另一样神秘工具又会是什么呢 我说搭配的捕鱼神器 就是这个最原始的捕鱼方法都是 这个整个工具都是用来捕鱼的呀 对的 这样的一套捕鱼工具 在当地叫什么呀 叫掰针 用斑针打鱼是古老的捕鱼方式之一 抬起斑针的一端 另一端的鱼网沉入水中 经过十几秒的等待 再迅速抬起 用长网兜捞出鱼网中的收获 不过问题来了 象山人为什么不爱撒网捕鱼 反而搭建结构复杂的搬增呢 这种原始的捕鱼方法不见血 不掉一片鳞 把鱼身保护得特别的好 对 这种鱼的话捞起来 带到家里面煮出来的话 味道是特别的鲜嫩 开餐厅的王姐 对食材选择非常苛刻 十几年坚持用斑针捞鱼 俗话说 勤快搬增 拦手垫 想要通过搬增捞到大鱼 只能不断下网齐网 上来了一条特别大的 这个小网都没用了 这小网已经装不下它了 这得有个四五斤吧 十多斤嘞 有十多斤吗 这条 一条五千克左右的滋鱼 顺利入网 王姐说 用斑增捕到这样大的鱼 可不常见 这次真是有口福了